大家好,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些小小的手飾收藏 最重要的是我很喜歡帶一個品牌的產品叫做Anna Luisa 如果你們有看Instagram、Facebook 應該會經常看到她的廣告,她的廣告真的打得很狠 我之前也有拍過一條影片分享她們的手飾 其實我很好奇看到她們的網站有一個叫Influencer的網頁 我就用了她打了自己的個人資料、YouTube連結 其實這件事也是很普遍,很多品牌都會做的 是給YouTuber、Vlogger去幫忙分享她們的產品 過了幾天之後,我真的收到她們的email去邀請我分享她們的產品 然後我就在她們的網站選擇了三款產品 我覺得非常漂亮,希望也可以分享給你們 第一款就是這個珍珠耳環 這顆珍珠是鹹水珍珠,是Freshwater pearl 它後面的托是用18K金來做的 如果大家不清楚24K金、18K金、14K金是什麼呢? 你看這幅度就知道了 24K金就是含金的99.99% 但因為金本身是很柔軟的 所以就不適合用來做手飾 通常你們會看到的用金來做手飾 都是用14K金或18K金的 除了金之外,也會夾紙了一些銀和銅 質地就比較硬,適合做手飾 我這一雙就用了18K金 因為要穿這雙耳環 所以我就選擇這一條鏡鏈 這一條是一條珍珠鏡鏈 我很喜歡它的複色,一來簡約 而是它有時候有些釣墊是在繩上 有時就會動來動去 但這顆是固定在一個位置 所以就沒有這個問題 我一組帶你走,就知道 之後我也選了這條V型鏡鏈 我帶給大家看看 這條鏡鏈後面有三個鏡鏈可以跳到長度 我選擇的竹鏡才有碎轉 頂面是用了14K金的 每天都會像選票一樣 看看今天有什麼心情帶些什麼手飾 我近來就很喜歡帶這些很簡約的款式 這一對也是Anna Luisa的耳環 也是很簡約的款式 如果你們看到我的影片有興趣 買她們的手飾 或者純粹看看也好 也可以在下面的連結 差不多 今天好像要拍照 我的兒子起心就要背臭兒子 後半最近就不太行 我們剛剛創造了第三次的傳聞營店 哎唷好煩 其實還有一個嬰兒 還有一個三歲以下的小朋友 帶著她們去也沒有辦法 但是沒有辦法 一定要補給政府的防疫工作 希望完成快點過去 大家身體健康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